所谓黄极功法,就是望古大陆无数纪元来,由那些古皇诸宰所创造的不传秘法,这里面有的是一整套,有的则是秘术。 但无论如何,威力都是极为惊人。 其诡秘与强悍之处,很多时候都让人匪夷所思,自然无比珍贵。 再加上黄极的少见,于是就成为了所有势力的抵运资源之一。 只不过其中大半基本上是无法被修炼的,需要具备的条件极其苛刻,比如很多都需要配合传承的血脉之力,这一点就使得几乎所有人都望尘莫及。 且不同种族之间也很难跨越物种去修炼,这就更是使之难以被掌握。 唯有不多的一些不需要血脉,且任何物种都可修行,而这一类黄极功法价值才是最大。 任何一个传出都可让人疯狂又无奈。 疯狂是因羡慕,无奈是因不可剥夺。 黄极功法一旦形成种子,外人就算将其斩杀,也是一场空。 就算是将功法内容说出,外人也是过目过脑就忘,不可被记忆。 哪怕有特殊方式保存记忆,体内没有传承之种,一样不可修炼。 传承之种就好似一个凭证,具备者才有资格修行。 金屋炼万灵,就是此类。 而准确地说,金屋炼万灵不是功法,它是一种秘法。 此秘法强悍惊人,按照许清所获得的信息,里面所表述此秘法修炼到了大成后,可让修行之人成就自身金屋黄体。 金屋黄体一旦形成,肉身站立就踏入到黄境之中,更可化身金屋叱咤九天之上。 这些描述与认知,使得许清已然意识到这金屋炼万灵,是一套炼体秘法。 其修炼的过程讲究物境天择,炼化万族万灵本源之血融入自身,不断地改进肉身, 使肉身如法宝一般在这蕴养中越来越强,直至最终蜕变成为金屋黄体。 这毕竟是金屋所创之法,显然在金屋的认知里,没有太多善恶观念, 对它而言弱肉强食,不断地进化成为最强,才是本心之血。 而在这不断吸收万族万灵本源之血,不断壮大己身的同时, 也能在这吸收中夺取对方的种族天赋。 这一点,极其霸道,但也有限制,想要夺取种族天赋, 单纯练一个族人是不够的,需要练多的此族族人, 修为越高者越是首选,如此积累才可最终彻底掠夺出来。 此刻许青靠在船壁上,眼睛闭合,脑海飞速浮现自己此番获得的这些信息, 越是感受,它就越是心跳加速。 半晌后,许青眼睛睁开,目中露出一抹震撼。 黄吉炼体秘法,对于炼体,许青不陌生。 他接触修行的第一个功法海山诀,就是炼体之术, 这也使得他在拾荒者营地拾杀伤力极大,哪怕到了七血同。 他见识了术法的恐怖,可他依旧对炼体没有放弃。 直至他的海山诀在达到了第九层后到了极限。 身后的拔影哪怕弥漫容颜,气势惊人, 且头顶也出现了两个四要成脚的退包, 但最终还是没有完成蜕变,难以达到第十层。 这与许青无关,实际上阴体内没有抑制, 再加上紫色水晶的关系, 他已经将海山诀修炼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让他最终无法突破的,是海山诀的层次。 这毕竟只是一个大众流传的低阶功法。 此法本身的限制,使得许青也不得不止步, 以化海经突破踏入筑基。 但他对炼体的追求没有减少, 踏入筑基后也曾在宗门兑换了一些炼体之法, 可尝试后效果都欠佳,难以辅助海山诀提升层次。 如今,许青的眼睛露出精芒, 他感受了一些脑海浮现的金屋炼万灵以及命灯旁的金屋传承之种, 心底有了跃跃欲试之意。 不知我的海山诀会不会对修炼金屋炼万灵有所增益? 许青心底难难, 他觉得既然都是炼体, 那么大概率海山诀对自己的加持会成为修行金屋炼万灵的部分助力。 但此刻他伤势太重, 不适合立刻修炼, 所以许青深吸口气强忍着身体的剧痛, 开始调息自身, 法力运转间融入紫色水晶内, 全力恢复伤势。 就这样, 时间慢慢流逝, 转眼十天过去。 这十天里, 不管白天还是黑夜, 影子都散出终成无比的情绪, 白天为许青遮挡阳光, 夜晚为许青守护海下。 金刚宗老祖眼看这一切, 心底冷笑一声, 按照此刻你越是如此表现, 那许魔头对你的镇压就越狠, 毕竟你现在给人的感觉, 就是不收拾不会变得老实。 所以正确的做法, 不是这么用力过猛地表达忠心, 而是潜移默化。 想到这里, 金刚宗老祖操控黑色铁签, 直奔苍穹, 在四周横扫一圈又归来, 安静地漂浮在一个 可以观察许青四周所有区域的位置。 另外这十天中, 许青虽也遇到了一些海兽的危险, 但无论是金刚宗老祖还是影子, 都与曾经截然不同, 在它们的出手下, 许青可以安心休养。 至于那些海兽, 许青没杀, 而是以影子化作绳索, 捆绑起来放置在了海下, 如圈养一般跟随前行。 同时, 它的紫色水晶也在持续地治愈下, 使得许青如今看起来 除了面色苍白一些外, 已经没有大碍。 重新长出的血肉被法力游走后, 也与眉受伤前差距不大, 到了这个时候, 许青觉得自己修炼金屋链万灵的时机到了。 所以, 他盘牺牲吸口气, 在这一天的清晨出阳升空的一刻, 许青抬起头, 将脑海里琢磨了十天, 已经完全烙印在心神内的金屋链万灵, 于体内展开。 九霄柱黄体, 金屋链万灵, 万足天赋归, 无命要天穷。 许青心底难难, 双手掐绝放在丹田前, 两个拇指相扣, 各手四指撑开成扇形, 看起来好似翅膀一样。 随后, 向着天空的出阳,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瞬息间, 天空在许青的墓中, 仿佛模糊了一些有了扭曲之意, 一股看不见唯独许青可以感知的火热, 似乎从苍穹的太阳上散出, 顺着他的口沉入体内。 许青命灯旁的金屋突然睁开了眼, 翅膀猛的震动似想要展翅, 同时其头颅也抬起, 向着沉入进来的太阳火热之力猛的一吞。 顿时, 这股火热之力融入金屋的口中, 其眼微微开合, 但似乎还不足以完全睁开, 可只是略微睁开的缝隙, 也一样露出璀璨之芒。 这是修行金屋炼万灵的第一步, 唤醒体内金屋传承之种。 而唤醒的办法, 是第一口太阳气息以及自身气血滋养。 所以下一瞬, 这无法彻底睁开眼的金屋, 在许青体内猛的一吸, 刹那间他好似化作了一个黑洞, 向着许青全身默然吸彻。 许青的身体在这一瞬震战, 他的气血强烈翻滚, 一缕缕散出直奔金屋, 融入金屋之内被其吸收的同时, 许青的身体也肉眼可见地干枯下来。 他的手臂变得松弛, 他的面部有了凹陷, 他的身躯在这一刻也都更为瘦小, 衣服越发宽大, 但他神色如常, 没有慌乱。 这是天理, 许青随着对金屋链万灵的研究, 对于这种情况已经知晓。 所以此刻平静, 任由体内金屋雏鸟, 在不断地吸收自己的气血。 渐渐他的身躯越发干枯, 整个人看起来都有些恐怖, 而金屋的吸收也到了关键时刻, 眼睛正努力地睁开。 实际上任何一个皇级功法的传承之种, 都不是在形成后即刻爆发, 而是须修行者主动开启, 这是因开启传承之种所需之力太大。 一般来说, 很少有人可以凭着自身去满足, 往往都是需要其背后势力相助, 不惜代价让其完成开启。 比如这金屋链万灵, 实际上开启所需的气血之力很是磅礴, 寻常修饰根本就无法支撑, 而一旦失败就要面临被吸干的危机。 许青这里也是因他炼体惊人, 身体惊炼, 月寒的气血很是磅礴, 所以才可以支撑到了现在, 若是换了旁人, 怕是一瞬就被吸干。 可就算是这样, 许青也有些支撑不住了, 他注意到自身血肉如今几乎全部干扁, 好似干湿, 于是目中精芒一闪, 海山爵默然运转, 白影于他身后幻化传来。 这白影一出, 仰天嘶吼, 干裂的身躯下存在的熔岩在这一颗沸腾, 气势惊人的同时, 气血之力也无比浓郁。 下一瞬, 白影身体一晃, 全身上下散出无数气血之物, 飞速钻入许青体内, 涌入到了金屋那里。 金屋身体一震, 大力吸收下睁开眼睛的力量也越来越强, 而白影那边也是急速的枯萎, 直至十多个呼吸的时间后, 白影轰然崩溃, 化作大团气血, 涌入许青身体, 涌入金屋身躯。 金屋颤抖, 全力以赴要去彻底睁开眼, 但似乎就算是以许青如今所掌握的气血磅礴程度, 也还是差了一些, 使得金屋的睁眼就差一步。 许青目中露出一芒, 没有任何迟疑右手抬起, 按在了一旁的甲板上, 顿时犀利顺着其手掌扩散法周, 直接就蔓延到了法周的核心区域, 也就是巨婴血肉所在之处。 在与巨婴血肉碰触的一瞬, 许青身体轰鸣, 浓郁惊人的气血从巨婴血肉内散出, 疯狂地涌入身躯。 被金屋一口吞下后, 他终于完成了所需, 其眼猛地睁开, 发出一声嘶鸣。 这声响郁寒道运之力, 惊天动地。 从许青体内传出后, 八方海面瞬间轰鸣, 一圈圈波浪以许青所在法船为中心, 向着四周轰隆隆地掀起, 如同一场小型的海啸。 从天空看下, 可以清晰看到许青所在的海面, 随着海浪向四周卷去, 好似形成了一个奇异的画卷。 这画卷如一只巨大的眼睛, 仿佛惊雾之眼。 而许青的法船, 就是在这金乌之眼的瞳孔中。 潘西坐在法船内的他, 全身虽干枯, 但目若星辰, 明亮至极, 此刻乱发随风飘舞, 整个人看起来如魔如妖。